大家好,前期视频给大家发布过一篇石柳的视频 当时就是给它种植到花盘里 然后经过了一个大修剪 到今天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有些花友看到我前期视频发布过那篇作品 当时就给它做了一个大修剪 有很多花友说不可能成活,不可能生长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已经长出很多新芽了 大家看一下,孩子每个枝头都有 所以花友们不要说这个枝柳 在这个夏天栽种鱼栽不可能成活的 其实你养护不对的话,它是很难生长的 像我这一盘我就是养护得当 它长出很多小芽了 我这一盘就是放在太阳旁底下种的 这个温度大概是保值在28度这样子 这个湿度就是55%这样子 这样在这个环境下生长 它是很快长出新芽的 这个夏天注意不要给它曝晒 曝晒的话它会导致整个脊柱出现死黄的 所以大家平时移栽这个旗柳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湿度 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它长芽了 就适当的给它撕些肥料了 肥料的话呢我使用的就是这个蚯蚓粪肥 这个蚯蚓粪肥是相对的好的 它这个透气饱水饱肥是相当的高的 比那些复合肥或者是尿素是强很多的 这个夏季不要使用那些尿素或者是复合肥 这样它会出现烧根的现象的 接下来呢就是给它适当的吸些肥料了 就是蚯蚓粪肥 这个盆土呢一定要保持维湿就可以了 湿润度啊在65% 像我这一盆呢大概是一手抓到两手抓就可以了 坚硬的撒一圈 如果盆土湿润的话呢后期就不要浇水了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土壤给围添就可以了 补完肥之后呢就是在哪里搬来的 就搬回哪里去就可以了 现在呢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更多的新芽的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蚯粪 经过一个大修剪之后呢长芽了 给它施肥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